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截至北京时间4月14日上午 美国确诊人数累计已超过58万 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2万 成为全球确诊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4月13日 中新社记者就美国疫情情况 电话采访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的华人教授唐德良 他认为美国的新冠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异 变异是有啊 肯定是有变异 国内报道主要这次得病的是老人 在美国小孩得病不低 医学界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中国的年龄谱和美国的年龄谱不一样 那么大家现在目前比较 接受的那个解释就是病毒变异了 在美国的病毒和在中国的病毒是不一样的 英国剑桥大学曾在近期发表研究 发现新冠病毒在全球存在三种主要的变异型 唐德良介绍病毒在人体内复制时会出现一些错误 病毒的变异由此而来 他还表示病毒变异产生的变化通常较小 唐德良强调应对病毒的变异 国际合作非常重要 他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应该在对疾病的监控方面进行合作 监控这些病毒细菌的突变 对保护人群预防制定预防措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美国电视这两边上电视台的主要的卫生顾问是Dr. Fauci 他这个部门在美国大使馆有一百多人 他就是来观察中国的细菌病毒的变化 唐德良表示 变异通常并不意味着病毒的毒性会增加 而是会减弱毒性从而与宿主共存 他认为新冠病毒可能不会消失 相对理想的状态是将尤其引发的疾病控制到像感冒一样低度流行 希望它有一个低度的流行 而且这个流行不使我们的医疗系统处于一个瘫痪状态 那么我医疗系统有时间有能力来救治这些那个20%或30%的那些重症病人 那么降低死亡率 此外对于美国疫情情况 唐德良表示美国各个州情况不同 防疫措施不同 疫情发展阶段也不同 他认为目前美国的疫情并没有完全得到控制 由于美国部分州发病时间较晚 预计美国的病例数还将继续上升